主料,手擀面适料,肉抹猪肉馅,或猪肉丝,卷鲜菜轻菜任意选择,主料,葱发适料,另外,我还放那些火腿丁,盐适量,料酒适量,鸡粉适量,辣椒酱,也可用辣椒再起,用菜人数,一刀两人,卷鲜菜切丝,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,葱切末,准备好材料后就可以煮面条了, 把手擀面放入开水锅中煮熟,然后取出马上过凉,控干水分后,翻入少许植物油,这样做是为了让面条不粘连,炒锅倒入适量油,炒烟后放入葱花炒香,然后放入肉末,炒至变色后加入辣椒酱,酱油,盐,鸡粉,料酒略炒,然后下入卷鲜菜炒匀,再下入面条,把菜和面翻炒均匀, 加少许水,盖上锅盖,绿维一会,把面和菜拔匀,即可出锅装盘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